大家好,我是老雷 大家好,我是老周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水潭茶馆 是的,我有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今天来说点啥呢? 有一个最近比较热的话题 虽然热度应该不比之前更热 但是还是有可以说的东西 就是华为的CFO孟晚舟 在墨西哥参加了一个晚宴 然后转机回中国的时候 路过加拿大 被加拿大给扣留了 对,这个事情还是引起我们国内不小的轰动 可能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事件 对,然后其实为什么要扣留孟晚舟女士呢? 其实我相信所有网民心中都心知肚明 然后在这个事情的有一些关联事件呢 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比如说像这个张首胜 这是一个科学家 然后张首胜的 他的这个主要的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是这个量子物理学当中的这个 就是量子计算机 量子芯片等等这些领域 那么它有一个比较 比较拿的比较重要的这个研究成果呢 叫量子霍尔自旋效应 那么基于这个研究成果呢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现有的这个量子计算机芯片上 有一个质的飞跃了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一旦成功 那实际上很有可能改写现在人类科技的这个局面 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莫子浩卫星 对,然后这个也是用的这个量子计算机技术 但是呢跟这个张首胜的张首胜教授的这个这个研究成果相比 可能还差的比较远 也就是说张首胜教授在美国跳楼自杀了 这个死的时候呢才50多岁 那这个这个事件就比较蹊跷 这是一个关联事件 那还有一个关联事件是啥呢? 就是在河南有一家公司是专门生产这个光刻机的 那么光刻机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 光刻机比如说我们生产的这个CPU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芯片 那么对,它在制造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这个光刻机在这个 在这个硅片上去释磕这种电路 那么这个光刻机值多少钱呢? 据说啊,据说这个网上报道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那我们就随便拿来用一下 1250亿美金 哇,对,就是这么一台设备 中国已经是签下订单了 但是这个事件 就是发生在张首胜教授跳楼之前的几天 这个荷兰的这家公司失火了 然后无巧不巧的呢 把这台卖给中国的设备给烧了 哇,哈哈哈 所以这一系列的事件啊 这个连起来都很有意思,对吧 那说到底 美国在害怕什么呢? 就是害怕咱们的这个华为 打华为 已经对它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所以它要 它要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打压这个中国的这个企业 华为 对 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地方 这个从 呃,刚才向导律说的 这个这个 美国在害怕什么呢? 那可能近改革开放 这个四十年了 对 我们很多的东西 确实可能发展了 超乎了美国的那个想象 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想象 对 那我们 其实目前来看我们 比如说像计算机领域 或者是像量子领域 或者包括我们现在所 一直提倡的一个智能领域 AI 包括我们所用的手机等等之类 对 我们都已经走在了这个 可以说是世界的前列 没错 对 那所以这一块的话 既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那同样也是这个 别的地方的这个 一些机构所担心的地方 对 对 所以说 其实我们 作为中国人更应该去 就是支持我们的一些 民主企业 民主振兴 科技发展等等之类 对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 之前我跟老的也交流过 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想去说一些 比如说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其实现在刚才提到手机 其实手机应该是我们现在 这个人群中最息息相关的东西 因为大家每天早上一起来 就拿到手机 对 睡觉最晚结束的也是陪伴你的手机 对对对 对 有一个段子说你谁都可以离开 你可以离开父母 可以离开你的爱人 你可以离开你的孩子 但是你离不开你的手机 哈哈哈 对 对 那说到这个手机这回事 实际上 从2001年开始 实际上这个怎么说呢 手机这个行业就面临了一个分水岭 为什么说是一个分水岭呢 在2001年之前 中国的市场上充实了大量的 我们称之为山寨手机的这么一个物种 那为什么叫山寨手机呢 当时还是咱们都知道 功能级时代还是洛基亚的天下 那当时如果是说水手上有个洛基亚手机 那这个是非常有钱人 对 那买不起怎么办呢 那就买山寨手机 山寨手机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拿不大 是吧 屏幕大 这个 呃 就是便宜 对 然后实际上好不好用呢 不好用 我我也买过好多个山寨手机 实际上它的寿命最多三个月差不多了嘛 嗯 对 然后2001年中国市场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就是2001年我们说它是手机行业的一个分水岭 为什么这么说呢 2001年左右的时候 小米这个角局的家伙进了手机市场 那么发布了第一个小米手机 就小米一代 那么至此以后 它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和这个非常好用的智能操作系统 也就是我们说的MIUI系统 那这个系统一出来 瞬间啊 当时这个市场上的报道就是血洗了山寨手机市场 那么至此以后中国的智能手机开始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当然啊 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 安卓系统 第一款使用安卓系统的手机 应该是叫HTC 当时人称火腿场 对 那这个手机呢 到现在可能大家在市场上看不到了 但是在当时呢 它是第一个翅膀蟹的 Google呢 就发布了安卓手机系统以后 这个火腿场是第一个翅膀蟹的 但是真正把它发扬光大的呢 就是小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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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那么在这其后的这个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 不是2000年一年我记错了 是2010年 这个时间点 对 这个时间点说的不对啊 不好意思啊各位 这时间点说的不对 是2010年 是一个分水年 那么 我记得是这个发展是没有那么久的 就是 不到十年 就七八年 到今年也就七八年的时间 对 嗯 然后对于这个手机市场的发展 老周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嗯 这个其实 手机还是比较 能说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吧 其实对我的认知来说的话 呃 我跟你的这个状况大致相同 但我可能在你那个方面有一些 嗯 我个人的感触是 其实 在 呃 HTC的时代 其实我的概念里 他们更像 智能手机1.0的时代 对对对对 对 那时候可能各家 各样的那个五花八门 包括那时候操作系统 嗯 有苹果的 有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安卓的 嗯 那时候包括还有那个 嗯 黑莓的那个是 数据叫 Planquary 嗯 对对对对 是的 当然经过 经过2.0的进化之后 那主流方向 肯定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只有苹果和安卓的天下 对 这个在软件方面了 对 嗯 其实 我相信更多的国人跟我 或者是 世界上有很多的人 应该跟我 我说一个观点 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 就是我们进入2.0时代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是对这个 手机软件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 嗯 1.0的时代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那它跟三载机的区别就是 我这个东西更 有一个操作系统可以操作 对对对 它不像功能机时候的那种 古板的那种 像 给你啥就是啥 对对对 是的是的 然后大家可灵活操作 可 可去添加的一些东西也会更多 然后同时 它也真正已经来了这样一个智能化的 像很多的手机应用软件的这个开发商 不断在增多 我们手机里面的东西越来越丰富 那当然大家更多体会的是 内存越来越不足 对对对 对 所以说 是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 这个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然后也是大家不断在去提升在磨合 对 那其实说起这个手机呢 刚刚我们提了一个引子啊 就是说小米 小米呢 是这个 是到目前手机市场上还活得很 还活得很好的一个厂家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 我们就说说手机的市场 对 到目前为止 大家熟能详的品牌 大概有苹果 三星 对 华为 OPPO Vivo 小米 对 那这几个 这些个手机品牌 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这个恩怨情仇呢 对吧 所以应该是属于在 国内比较流行 嗯 没有错 没有错 对 然后这个咱们说到手机市场 就不得不提一个 不得不提一件事情 就是说 真正这个智能手机 开始大批量的 替换掉原来的功能手机 和山寨机的这个时候呢 还是在乔布斯的年代 发布了苹果4 嗯 那么 发布了苹果4之后 真正说将这个苹果手机 啊 或者说叫 将苹果这个公司 带上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的这个时候 就是苹果4S 这也是 乔布斯乔姥爷的这个最后一代神作啊 就是他的这个矿石仪作 对 那么 那么 说到这个 那咱们就不得不提他的这个 宿命的竞争那手 就是三星 那么三星呢 一都是市场上这个 王者呀 智能机时代的王者呀 那么 跟 跟iPhone4S 同一个时期的这个 Galaxy S4 对 那么 在 当时 三星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大概是19.7 也是约等于 接近20%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五分之一的市场 对 但是 这个咱们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下 三星在现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 大概是多少 0.7% 0.7% 所以也就是说 三星实际上是 是 是将一个 是将一个 一手好牌打了吸烂 对吧 那既然说 三星把一手好牌打了吸烂 苹果怎么样呢 苹果现在啊 就是我们观察现在的这个市场的状况 苹果也是将一手好牌打了吸烂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最近的发生的事件 德国禁售苹果的部分机型 中国禁售苹果的部分机型 为啥呢 他跟高通的这个官司打输了 对跟高通的官司打输了 就造成了这个造成了这个 这个一系列的影响 包括在去年的 应该是在17年的时候 苹果向华为许可的专利处 和华为向苹果许可的专利处 首次华为首次超越苹果 那么这样一来 苹果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已经大大降低了 对 那么说到华为 华为才是中国市场上近些年 近几年来 这个真正的王者 包括在世界上 也都逐渐有这个王者的气质 对 是的 这个其实也离不开 像任总任正非的这个高瞻原主 对 这些年华为在研发上面 投入了大量的这个资金 什么利物利 是 这些东西 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 很多国内的 尤其是这些不差钱的优秀企业 对 值得很去学习 对 那其实刚才老雷也提到了 这个就是 从手机方面来说 当然苹果是最近出的这些状况 但是其实可以如果拉长一个时间维度来看的话 苹果在中国有一定的这个粉丝基础 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我觉得至少超乎我的想象就是 其实它可以按道理应该占的份额要比我想象的高 但是可能这个是跟苹果的策略 跟现任库特这些方法 或者另一个就是很多人提到说 这个很多国外的企业来中国不接地气 嗯 对 它本来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嗯 对 但是这一些方面的话 直到可能苹果的整体形势 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太好的时候 它才关注的话说 要重点 关注放在华中 放在中国市场 嗯 对 去去迎合我们的一些应用习惯和消费习惯 对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改变好像并不是太多 对 那么说起苹果 啊 然后苹果呢 同时也是 它也是有一个分水岭的 这个分水岭是哪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乔布斯 乔老爷手上的最后一代产品 iPhone4 以及这个提姆库克继位之后 就是接了乔布斯的班之后 发布的这些苹果啊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 iPhone4s iPhone4s之后是什么 iPhone5 iPhone5c iPhone5s iPhone6 iPhone7 iPhone8 iPhone9 一直到iPhoneX 对 这些手机除了iPhoneX iPhoneX我们先不讲 就是 5 6 7 8 9 5 6 7 8 这些手机外形上 外形上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无非就是屏幕大了 内存大了 屏幕分辨率更高了 芯片性能更好了 摄像头更清了 摄像头更清晰了 摄像头更多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 提姆库克在苹果的这个 这些年呢 实际上还在吃乔老爷的脑本 对 然后说到iPhoneX 咱们就这个 这个异形屏啊 异形屏这个年代 就是有刘海 那么 这个 这个蜂巢实际上呢 它也并不是苹果来引领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小米 小米在2016年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叫iPhone 不不 iPhone去了啊 这个不好意思要说说了啊 小米在2016年的时候 发布了一款这个产品 叫小米MIX 那么MIX呢实际上是米X 那么就是它的X代产品 那不好什么定义嘛 因为它当时发布的时候 说是概念机 那么主打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叫全面屏 对 那实际上全面屏 到底是不是小米一开始弄出来呢 其实也不是 是夏普 但是夏普呢 它的这个产品 并不完善 它不足以成为一个消费级的产品 那么小米把它发现光大了 那么小米不光是发布了全面屏 它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那么它不光是发布了全面屏 那么是什么标准呢 就是屏幕占比的这个变化 原来的这个屏幕的比例 不是18.9 不是18比9啊 这个具体是多少 这个我没去考证 但是全面屏 发布之后 它是在这个雷军啊 雷布斯这个带着它的团队 飞到美国的三井城 然后在Google的总部 向他们提交了这个屏幕 这个比例的这样一个调整的一个方案 那么经过多次的这个垃圾站之后呢 Google呢终于同意了说 我允许你使用这个18比9的这个屏幕比例 那么至此由这个雷军 由小米这个产品 带动了整个手机行业的一次变革 也是大家都在拼在这个全面屏啊 包括这个各种来凑热 凑热闹的这个什么 全面屏2.0啊是吧 全面屏2.1啊等等等等的啊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手机的屏幕占比是越来越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当然啊 这个呢 呃 说是小米引领的这个风潮 并不为过 但是是现在目前 是谁在引领这个风骚呢 那实际上啊 华为 对吧 OPPO Vivo 包括苹果的这个iPhone X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iPhone X 他们 将这个全面屏玩出了新的花样 什么牛海屏啊 下巴屏啊 是吧 异形屏啊 水滴屏啊 等等等等啊 这些都是基于这个安卓系统 开放了 或者说适配了这个全面屏的这个屏幕比例 才有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对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可否认 小米是有贡献的 哈哈哈 是的 其实 嗯 不光现在 刚 那个最近我还看到 说有一个 在侧的 好像是 是破围的吧 嗯 就是这个柔性屏可折叠的 柔性屏是京东方 京东方 这个 对 就在苏州啊 就在苏州的这个工厂 我还去参观过他们的工厂啊 这个 你抱我位子了 哈哈哈 没关系 这个待会我们一会剪掉啊 然后京东方现在在柔性屏市场上啊 这个应该是 叫独领风骚啊 呃 这个三星已经跟中国这个 这个 关系闹僵了 可能大家这个 对屏幕的需求都不再是从三星走 从京东方 这个也不得不说是我们民主企业的一个骄傲啊 对 是的 其实 我们刚才也是梳理了很多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呃 手机现在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 对 我们也呃 享受了很多这个智能手机 带来的这个便捷 是的 与这个高效 是的 嗯 当然我们希望的是这一些更多的企业 应该是像华为和小米去学习 刚才其实呃 老雷跟我们介绍了很多的 这几年 其实老雷是一个忠实的米粉 哈哈哈 我也很喜欢小米 手机行业的这些啊 是的 而且他真正能使我们用到了又智能又便宜的手机 对 对 这个是雷布斯做的很大的一个供奸 对 所以说未来我们 嗯 觉得手机呃 国内的这个手机场 厂商更多的像 包括现在可能他们也在布局 更多的像语音识别啊 面部识别啊 真正能达到智能 现在我们的智能 可能这是软件便捷性的智能 对 未来我们在人机交互 在很多的这个方面的一些智能 嗯 我相信可能真的会带动人类有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呃 飞升 当然这个机会在这儿 就看人家常常能抓得住 嗯 对对对 啊OK 老周刚刚介绍了一个就是关于手机这一块的智能啊 那实际上说到说到智能呢 那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去提起一个概念叫人工智能 那人工智能最最最最最底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芯片 嗯 对吧 也就是这个咱们通常说的CPU 那芯片这个东西呢 呃 从有芯片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这个跌达 呃 当年的这个这个英特尔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摩尔定律 呃 呃 是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叫哥德摩尔 这个人所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摩尔定律呢 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啊 他说的是 每经过18个月 这个芯片的性能会提升一倍 价钱会降低一倍 那这就是这个著名的摩尔定律 那因为有这个摩尔定律的存在呢 芯片这些年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 嗯 那么呃 中国这些年一直在依赖着什么呢 依赖着这个国外进口的芯片 包括咱们刚刚说的啊 这吹了这么多牛 什么小米啊 什么OPPO Vivo啊 什么华为啊 在这之前都是一直依赖着 像这个什么三星啊 像苹果 像高通啊 研发科啊 他们去进口芯片 那么一直到一件什么事情之后 大家才真正的意识到芯片 才是我们这个科技发展当中的重中之重呢 就是中芯啊 中芯这家公司被制裁 被美国制裁 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现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 一个起点 或者叫一个导火索 那中芯被制裁了以后呢 美国不卖一片芯片给他 好 中芯这么大一家公司 居然就因为这样一件事情 变得一蹶不振 因为什么呢 他没有芯片 没有自己的芯片 OK 那说到这个我们又不得不提到两家公司 一家是小米 一家是华为 对 那为什么只提这两家公司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自己去研发芯片的这个企业 只有小米跟华为 成功了谁呢 华为成功了 小米成功了没有呢 我们不能说他失败了 也不能说他成功了 因为他发布了一款叫松果的一个处理器 那至于现在为什么没有发布呢 可能他还没有达到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商用级别 所以只出了一代就没有阴性 那么现在国内真正自己拥有处理处理器 处理芯片的这个厂家 就只有华为 一个独宝 一个独苗 那他现在发布的这个什么麒麟 麒麟芯片 麒麟芯片 用在了这个高端手机 P20上面 这个如果大家手上持有这个P20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CPU的型号 它应该是70970 对吧 这是代表这个当前国内 手机芯片市场上的这个最高水平 那么它对标的产品应该是 骁龙845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芯片的产品 对 OK 那么芯片代表着科技的极大成者 那么所有的 包括这智能 那智能 人工智能也好 这个智能也好 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这个芯片 那么 简而言之 但是我们又回过头来 我们这期视频 最开始说的那个事情 美国为什么要制裁华为呢 那就是因为华为掌握了 他们 让他们觉得有威胁的这个技术 对 芯片技术 包括现在这个炒得真火的5G技术 对 5G 华为击败了这个高通 然后已经成为这个5G标准的制定者 所以这让他们感到了害怕 感到了危险 所以才有了后面这一系列的事情 是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 在这里畅想更多的 这个中国智能企业 对 做更多的东西 是 可以像我们的马鱼马 爸爸学习 嗯 像希望未来的这个平头哥 啊 对 平头哥办得去 对 更多的这些东西能 能服务我们 过程 服务我们更多的这个智能化 对对对 没有错 硬件这一块 对 当然啊 这个我们俩在这闲聊呢 畅想的这个都是抛砖引玉 然后说的都比较浅显 这个大家清点喷啊 呃 我们只是抛出我们的一些想法 如果大家呢 在这方面有更好的这个建议 想法 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上面留言 我们一起来探讨 对 包括回头 大家可以下方留言 有我们的一个箱地址 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这些话题 希望大家来投稿 我们更多的去跟大家一起去探讨 探讨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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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